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飲水的這個是我們船員的最高殿堂 所謂的高風險就在於 發生過落海的情形 倘若那個時候 你沒有及時的游離大船 你會被這個 它的螺旋槳的吸力 吸到Propella裡面 第一次看到我小孩的時候 他已經四個月五個月了 聽一些老前輩子 他休假回家了 他的小孩還問媽媽說 這個叔叔是誰啊 我們飲水人的責任 其實就是安全的 將世界各地 來到港口的船舶 平安 安全的 帶離 或者是嬰利 靠泊 因為每個港口 它的水文狀況 碼頭設施 作業的習慣 天氣狀況都不同 那作為船長 他不可能去記得 每一個港口的特性 所以勢必需要一個很熟悉 當地港口 這些狀況的這個 飲水人 來去引領他 來靠泊 這這樣子的話 會大大的降低這個 靠泊 與離泊的風險 所以才會衍生出 有個飲水人的職務 另外還有 所謂的這個主權問題 因為每一個港口 都是一個 台灣的主權的一個範圍 來的世界各地的國家的船舶 它是需要 飲水人 來展現出 這個國家這個主權 所以會有強制飲水這一塊 這是飲水人的一個 基本的職務 我叫李政鴻 今年44歲 我從事航海工作14年左右 那我 從事飲水的這個業務 大約兩年的時間 目前服務於 基隆港飲水人辦事處 合覆快輪 合覆快輪 基隆飲水呼叫 合覆快輪 車長您好 至於飲水的這個業務流程 很原則上來講 這個代理行就會 預報給辦公室 某條船 他的到港的時間 跟日期 到了當天以後 會做一個最後的確認 How are you captain? What's your engine now? Okay, slow over Hoff over, please That everything in good condition Alright 那我們接到通知 那時間到了 我們飲水人就會搭乘這個飲水艇 到我們港外 也就是所謂的飲水站 這是虛設的 大概距離是 離防波堤1.5海裡的地方 把小船開到這個大船的旁邊 順利貼上以後呢 這個安全的範圍之下 然後抓準時間點 飲水人就 然後趴乘他的這個 飲水梯 到他的船上 再到他的駕駛台 跟船長去做一個資訊的交流 然後接手 再把船部靠進來 本身在這裡 Good Mo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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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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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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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How are you? Good, thanks How are you? Good OK 我們國家飲水人是必須要做船長 資歷三年才有資格報考飲水人 原則上來講都要大概十幾年的時間去累積 再加上你做了飲水人的一些訓練 利用你的專業技能跟知識 來輔助來幫助船長做考慮 在以我所工作的基隆港來講 它的重距比較短 再加上現在船舶日區的大型化 船舶跟汽車不一樣 它沒有煞車 你要在短時間裡面能夠把船停下來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基隆港因為窄 短 再加上風流的關係 你進港一定要有速度 一進了港又要在很短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船舶停下來 它這個在引領船舶的時候 它的風險還有困難度相對會比較高的 相對的當你今天如果驟距夠長 寬度夠寬 你的風險相對就降低 因為引水輪肩負著港口作業的重責大任 所以它對於它的專業水平 道德標準 身體的狀況 它要求會非常的高 原則上來講的話 各個國家多數都是要求 你必須具備了這個遠洋商船船長的資格 再來呢你要抗揚性要高 因為你每天領的船舶 船型不同 狀況也不一樣 包括了池水也不同 甚至每天的天候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在風浪不好的情況之下 去安全的把船舶做一個靠離的動作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作息不正常 雖然講這個船舶進出它都會預報時間 但實際上因為碼頭作業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會導致的時間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會長期的在stand by 甚至時間會變不固定 有的時候當你要吃飯的時候 它船到了或船要開了 或當你想休息的時候 它準備要開船要到港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去執行你的業務 還有一個環境的適應性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對於你這一條你不熟悉的船舶 你甚至不了解它的操控性的船舶 你要在最短的時間裡面去了解它 去操控它 甚至你要應對的是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還原 這都是你必須去調適自己的 體力上來講對於飲水人是非常大的考驗 也是要求特別高的 原因在於 因為由於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 所以你的體力相對的會銳減 可是你一定要保持在你的最佳狀態 我們以基隆港來講好了 基隆港的東北季風強的時候 風力有的時候達到七級 甚至八級 造成大概可能會有二至三層樓的高度 這個起伏的高度會讓飲水人在攀爬飲水艇的時候 這個有很大很大的風險跟危險性 那我個人其實在我當職業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過落海的情形 這個還是在港內還不是港外 當下我剛好要下飲水艇 要到小船上的時候 飲水艇被彈開了 所以我就落海了 那為什麼落海危險 原因是因為大船在動 那主機在轉 Propeller在打 所以它會有一股吸力 倘若那個時候你沒有即時的游離大船 你會被這個 它的螺旋槳的吸力吸到Propeller裡面 就很危險了 像我們基隆港曾經就有老前輩 要準備出港去接客輪進港的時候 它不慎落海 它沒有受傷 它趕緊的游到 游回這個飲水艇上面 把它沾濕的衣服擰乾 穿上去 再趕快的再上船 所有的旅客看到了都在拍手 這就是飲水人的一個使命感 另外就是所謂的高風險 是在於船舶本身的高風險 你每一條貨輪 它所載運的貨物都是幾十億 港內所有的設施 動輒都是上億 當你今天在不安全的情況之下 操作出一個不安全 甚至出了海事的一個靠離駁 牽扯是非常之廣 甚至有可能讓整個碼頭停擺 所以飲水人在操作這一部分 是非常要特別去注意它 我們常常講飲水人也就是國門 因為各個船舶來自世界各地 一進港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飲水人 所以整個飲水人的素質 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這個國家的判斷 跟評判 所以我們非常的注重這一部分 在我做船員的這十幾年來 我去過了美國、加拿大、南非、以色列、伊拉克 也去過了法國、義大利 印象深刻的是日本 他們做事情比較謹慎 當然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一板一眼 但是它的安全係數非常的高 這是對於我身為一個船長或船員來講 我到了那個國家 我會很放心的把這條船交給它 我不會有太多的擔憂 所以我現在身為飲水人 我也是去記得哪一些國家給我帶來的 是比較正面的做法 那我就盡量去學習 好 待會這個大船 我們待會上去以後 我們兩條船船協助 我們金融港也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原則上我們都會幾個飲水人在辦公室 而且我們會互相的討論 前輩就會提醒你 還有技術分享 舉個例子 像我個人的話 因為我都是在貨櫃船 那我對於汽車船 還有我們的Tank 也就是郵輪 甚至包括了我們的客輪 Cruise 我就不熟悉 進到金融港 我們辦公室以後 因為前輩們 他們有的人跑過郵輪 甚至有人跑過客輪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經驗分享 減少了我們做飲水人 到陌生的船型上 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做了解 這一行呢 其實最辛苦的呢 就是你要離鄉背景 要跟家人分開很長的時間 像我個人最長的時間 跟我太太大概就是 20個月沒有見面 因為船不回台灣 他人也不在台灣在國外 所以長時間不見面 像我有了小孩 第一次看到我小孩的時候 他已經大概四個月五個月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兒子的時候 早年以後聽一些老前輩子 以前只能寫信 那更辛苦喔 他休假回家了 他的小孩還問媽媽說 媽媽這個叔叔是誰啊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船員 你必須要能夠忍受的 由於飲水人喔 是這個我們船員的這個 我們講的是最終目標 也是最高殿堂 所以我們當然都很希望能夠做飲水人 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能夠回到陸地上 陪著家人 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都是很尊敬飲水人的 這個是我們船員的最高殿堂 陪著人這個職務對我來講 對 我內心是驕傲的 我是很覺得很光榮的 我肩負了一個港口作業的一個重大的責任 每當這個把船舶順利的引領進出 這種成就感很難形容喔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嘛 這也就是我的職業 當然我選擇了這一行 我就要能夠去克服它 甚至去享受它 去喜歡它 這樣才可以把它越做越好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